今年決算的報告 那審計處特別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市政府應該要 減少不經濟的支出 但是卻沒有詳細說明 這個讓人家覺得有放水之嫌 到底哪一些不經濟支出 導致我們現在看到市政府 去年的決算 我們從這個盧市長上任以後 整個的總預算 從還沒有2000億到突破2000億 每一年一直增加 到今年已經來到2700多億 這樣子年年增加 結果執行率低 保留數高還債少 我想審計你應該要負責任的支出 哪一些是不經濟的支出 而導致我們的施政目標 沒有辦法來達成 譬如說審計現在提到 我們台中市的交通狀況 死傷人數非常的高 在112年 我們台中市的死傷全國第一 機車傷亡全台第一 自行車傷亡全台第一 行人傷亡全台第一 我們有花錢 但是這些預算的配置是如何 預算的配置有沒有真的用在刀口上 結果我們看到台中市交通局市府 市長也不知道重不重視 交通局到底你的報是甚麼 變無報 預算拿來做人情 失小匯 導致交通沒有改善 其實今年1月到5月 我特別又調查了 看了一下 道安的相關數字 我們在今年1月到5月 道安相關的數字 我們的行人死亡 又高達24人 這個又是全台之冠 包括我們行人的死傷 我們的自行車的死傷 我們機車的死傷 特別是這個機車 去年一整年 我們有76,000多人的死傷人數 今年1月到5月 也來到也突破了3萬多人 這台中的交通變成肉包鐵 這個行人機車 或者是我們的自行車 都非常的危險 葉局長 要好好的配置預算 請你簡單回應 預算怎麼樣把它用在刀口上 神記長的不要有不經濟的支出 謝謝議長 我想針對這個行人安全的部分 也是現在 好好的時間到 再來請楊大宏議員歡迎 楊大宏議員歡迎 楊大宏議員